Dear President Trump 今天我在華盛頓給你出一個建議 你願意聽就可以連任 因為現在選情出現了越來越不利於 特朗普競選的一個趨勢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破除 兩岸三層一屋一屋 我們就要給特朗普提出一個 劉萬畫面又一村 這個一村就是反其道爾行之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說我們之所以這麼講 就是要考慮大局 考慮世界未來的大局 把握這個大局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中美合作才是大局 但是中美怎麼合作呢 中國怎麼才能不是美國的威脅呢 那麼就是要把中國人作為朋友 啊 話題為友 這個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嗯 那麼 我們說怎麼話題為友呢 就是幫助中國解決一個世紀大難題 中國呢 在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建國的時候呢 犯了一個歷史的錯誤 啊 這個毛澤東 鄧小平 啊 和這個 胡錦濤 胡錦濤 以及習近平 都沒有意識到 誰是 聯合國憲章的 啊 中國的國家主體 那麼 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就告訴他 大家 中華民國是 啊 聯合國這個 這個 憲章上 代表中國的國家主體 國家主體呢 聯合國2758 經過聯合國2758號決議呢 廢除了 就原來蔣介石的代表 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這麼一個 歷史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錯誤 也就是說 從 1971年 中共 就是2758號決議 生效 那麼 所有的 一切的 蔣介石代表 中華民國的 那些 文件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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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也好 那個代表 代表上 簽的合同 全部失效 自動失效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根據聯合憲章呢 他也失效 他也應該是 他應該是 不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代表 聯合國憲章的中華民國 所以 誰是 中華民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呢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 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 唯一 合法政府 這個問題呢 困擾了 兩岸的中國人 這 一頁章目啊 從來沒有認真地去解開這個謎 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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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還需細靈人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謎是誰給 細靈 這個靈 是誰寄上的 是因為 這個 這個 國內 就是國內 國內戰爭 就是 經過這個 這個 1949年的 毛澤東呢 宣布新 新中國成立 但是這個 宣布 不是一個 新國家 而是一個 新政府 成立一個 名副其實的 代表 中華民國的新政府 這是 新民族主義的 一個 這個 文章的 這個 宗旨 所以呢 看來呢 這個 中國人給自己 佈置了一個陷阱 就是 把自己呢 這個 把自己 和中華民國呢 分開了 這種分開呢 實際上是 形而上學的分開 而在聯合國呢 這個 中華民國的 這個 這個 不是這個位置啊 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體的定位呢 依然存在 所以說呢 啊 啊 中華人民共和政府呢 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中國政府 歷來不願意承認這一個事實 啊 因此才給了台灣呢 啊 從那個李登輝 到這個 呃 到連戰 以及到這個馬英九 陳水扁 陳英文 產生了一個錯覺 錯覺呢 就是中華民國裁判是一個國家 這個是 違反啊 這個聯合國2755號決議的 因為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啊 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啊 啊 1911年 神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啊 這個 政府廢除了封建帝制 創立了中華民國 但是 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 沒有說廢除了中華民國 而後來緊接著下面 一個帶著烏龍的啊 啊 就是混淆不清的 就是從1949年 1949年10月1日 毛澤東領導的新婚 新民主主義革命啊 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 不是 一個新國家 而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所以 所以呢 中國 這個領導人啊 從毛澤東 啊 這個 鄧小平 啊 以至 江澤民 啊 還有這個 胡錦濤 習近平 今天呢 都犯了一個歷史的錯誤 形而上學的錯誤 我們在這個 歷史的過程當中啊 形而上學的錯誤 犯得太多了啊 所以說呢 我呢 我呢 今天就給 哎 他解 解鈴開始 誰能解開這個呢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聯合國 所以呢 我分別要再給 聯合國秘書長啊 那個 安東尼奧 顧特雷斯 啊 提交一份 這個 這個五大 五大 聯合國安理會 來 重新來 審核 和定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的關係 啊 另外另外 補充 就是說補充 和 2758 2758號 決議的修正案 另外呢 我 既然是如此 既然歷史的 真相就是如此 我們希望 美國特朗普總統啊 啊 你看清這個形勢 乾脆啊 做一個好事 成全一下 兩岸人民的統一 把這個台灣呢 打包送給 送給這個 送給這個 中國政府啊 你說的很好 對吧 中國 台灣 台灣就是一個筆尖 那麼 那麼 從我們的歷史 這個 角度來講呢 你如果 完成了這個 奇蹟 奇功 就是給美國人民 和中國人民 啊